隔根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材 也称为隔 隔慢等 它的主要功效是解表清热 解毒消肿 尤其对于因风热引起的发热 头痛 咳嗽等症状特别有效 隔根胃肝 微苦 性良 归废 胃经 它含有多种有效成分 如黄酮类化合物 易黄酮 黄原酸等 能够解表清热 解毒消肿等多种功效 在中医学上 隔根主要用于治疗因风热引起的发热 头痛 咳嗽等症状 同时 隔根还可以用于治疗感冒 流感 肺炎等疾病 对于治疗病毒感染有一定的作用 隔根一般使用的剂量为9到30克 可以肩幅或者充剂 但是 隔根也有一些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因为它具有一定的良性 所以 脾胃虚寒的人不宜过量使用 此外 隔根也不建议于一些中药同时使用 如黄莲 黄晴 黄泊等 因为这些中药与隔根有一定的相克作用 会影响疗效 在中药方剂中 隔根常与其他中药配无使用 如与莲桥 麻黄 桂枝等配无使用 可以治疗感冒 流感等症状 总体而言 隔根作为一种解表清热 解毒消肿的常用中药 其功效广泛而又神奇 是中医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药材之一 但在使用过程中 也需要注意相应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以避免不必要的副作用 记得赞好及订阅九火文明频道 谢谢观众的收看